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毛丫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文章的题目叫 全身长毛的姑娘好想穿漂亮的裙子 这篇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里边介绍了一个她得了怪病全身长毛的小女孩 因为长期陷入这种自卑的情绪当中 她也不愿意上学 也不愿意跟外人接触 平时总是躲在家里 除了父母就跟小狗聊天 她最大的心愿 其实跟别的小姑娘一样 能穿上漂亮裙子 哪怕一天也行 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姑娘 穿裙子难道对她来说真的是一种奢望吗 画面上的这个小姑娘就是那篇报道的主人公婷婷 她今年十一岁 由于她的脸上身上到处都长满了浓密的毛发 为了躲避别人歧视的目光 婷婷不愿上学 也不肯出门 平日里爸爸妈妈一上班 她就一个人躲在家里 拿着彩色铅笔不停地画画 画中的人物都是一个个穿着各式漂亮裙子的小姑娘 原来婷婷爱画画 其实是为了画裙子 在她看来 画里面穿着各式各样裙子的小姑娘 就像一个个小仙女 每当看着她们 婷婷的内心都充满了羡慕之情 她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这些小仙女一样 穿上属于自己的漂亮裙子 我比较爱裙子颜色鲜艳的东西 为了满足孩子的心愿 婷婷的小姨曾经特意买了件白色的公主裙送给她 当时收到礼物的小丫头甭提多高兴了 她立即躲在屋里 独自把裙子套在了身上 然后慢慢地把包裹着毛毛的裤子脱了下来 穿上了裙子的婷婷 兴奋地在屋里不停地转圈圈 可是没过多久 小姑娘又重新换上了原来的衣裤 因为如果继续穿上裙子 她手上胳膊上腿上又黑又密的毛发 就会全部暴露出来 她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小怪物 由于长期的自卑 婷婷没有一个朋友 她每天只能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 是啊 她本来就是喜欢跟别人小朋友玩 就是说有时候拿东西出去给别人吃 别人不吃她的 她心里一下子很难过 婷婷到底得了什么怪病 为什么会全身长毛呢 从这张全家福照片上 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 照片中婷婷的妈妈和哥哥 外表看起来都很平常 而婷婷的爸爸却是满脸毛发 很显然婷婷的怪病是来自她的父亲 说到遗传 婷婷的父亲李某并不认可 据她描述 她家里网上属五代 从没有一位亲属 像她这样全身长毛 也就是说 在没有遗传先例的情况下 偏偏她得了这种罕见的怪病 因为得了这种全身长毛的怪病 李某从小到大的生活 都伴随着别人的歧视和嘲诺 为此她很少与人接触 平常在砖窑厂工作的她 都选择上夜班 由于常年不与人沟通 性格内向的李某 到了三十多岁 都还没找到对象 直到一次意外的机会 遇到了刚刚离婚的黄某 她这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人 是这样的 她这个人外表看起来不好看 就是说内心还是很好的 对人啊 也会心痛人啊 会什么事就替别人作响了 据婷婷的妈妈回忆 当时离婚后的她 独自带着一个身患癫痫病的儿子 生活异常艰难 幸亏善良的李某默默地帮着她 还出钱给她的儿子治病 很快黄某就对她产生了好感 反正在我们眼里都没有一个人能接受她 反正全部嘛 不喜欢就是不认我们吧 就叫我们不跟她来往嘛 尽管他们的恋情遭到全家人的反对 但是两个历经磨难的人依旧坚持走到了一起 婚后夫妻俩一起在砖窑厂上班 一起照顾有病的儿子 日子过得平淡且幸福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 两人心里都萌生出想再要一个女儿的念头 本来她妈妈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她也想要生一个女儿嘛 就这样跟我说 可是从优生的角度考虑 会不会生下的孩子像爸爸一样是一个毛孩呢 为此不仅双方家人反对他们继续生育 就连夫妻俩也犹豫了好一阵子 有担心别人也问 别人也说过 他说如果生下抢你老公怎么办 我说不管他嘛 生下来 我说万一没有啊 也就是赌一把吧 姐姐打电话回来 我妈妈是接的 要是我们接电话 她不会理他们的 最终李某夫妇怀着侥幸的心理决定赌一把 结果令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却偏偏发生了 婷婷刚刚生下来的时候 全身都很光滑 可没过多久 她全身都开始出现浓密的毛发 后来生了婷婷后来生了婷婷 后来生了婷婷 好多人就说他们家又生了个小毛孩 她说带来干嘛 她说 生下她爸爸就有点后悔了 她说早知道生就不要 她说肯定带着跟她一样的痛苦 她说 她因为长大了肯定要怪我吧 眼看着女儿身上的毛发一天比一天浓密 今后又要在别人的歧视中痛苦的生活 婷婷的爸爸和妈妈真是后悔不点 我就剪不知道怎么剪女 也剪也长嘛 就是到了婷婷七八岁的时候 婷婷她就用那个扯眉毛的 自己扯半年扯得肥 痛痛痛的 周身毛发毁掉了妇女两代人的幸福 命运不公让她们在绝望中苦苦挣扎 新医疗技术能否解脱她们的痛苦 为了防止怪病在女儿身上蔓延 多年来婷婷的父母四处求医问药 但始终没什么效果 根据了解医学界把这种全身长毛的病症 认定为一种反阻现象 发病率您听好了 是十亿分之一 目前全球患病人数五十多例 健在的毛人二十多人 对于这种病 医学上还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 唯一的处理办法就是给婷婷做激光脱毛 但是这个治疗的费用很贵 最少得十几万 婷婷的父母可是在砖窑厂工作的 十几万对他们来说那是天文数字 就在一家人近乎绝望的时候 2013年8月 当地多家媒体 对婷婷的不幸遭遇进行了报道 一时间 毛丫头婷婷 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了解了婷婷的不幸遭遇之后 社会各界的爱情人士纷纷行动起来 共同来关心和帮助这个可怜的小女孩 广东合园 毛人家族救助专家 了解到婷婷的现状 首先决定 对婷婷进行心理干预治疗 这个孩子呢 就是内心里 他是一个缺爱的状态 根本都谈不上阳光 因为他浑身的毛 导致的他自己 完全的就不接纳自己 他很讨厌自己身上的毛 而且他自己觉得 他跟别人不一样 其实他一开始也不是像 像是今天在的阳光 你看他就不戴帽子 而且他穿衣服的时候 还把家门的把这个手 地上描冒 我刚刚六个风环的世界 还一个 为了排解婷婷心头 积压多年的自卑和抑郁 鼓励他重新养起生活的风帆 心理医生 首先为婷婷介绍了一个新朋友 于震嬛 他也被称为中国第一毛孩 于震嬛身上96%的地方 都覆盖着农毛 虽然命运不公 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一名歌手 并且解拍多部影视作品 现在在演艺圈 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 也是他们的一面镜子 所以我们在对婷婷妇女 在做心理干预的时候 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把余仲环 也做一个很好的一面镜子 来给到我们这对妇女 他们看完了以后 心里面也非常激动 特别是婷婷 应该来说 他们目前正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就在对婷婷进行心理治疗的同时 杭州的某整形医院 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决定免费为婷婷 进行全面的脱毛治疗 所以说每一个人 可能会看到这种情况以后 心里面都非常不舒服 都为我们为人父母一样 都一样的 都希望孩子一个健康 成长的一个环境 考虑到婷婷年龄小 为了给他制定出 更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 医院的专家进行了多次会诊 一个方面是医疗的救助 第二方面是心理的救助 那么我们医疗方面呢 主要是分为了这么 应该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脱毛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他12岁以后对牙齿的矫正 第三个阶段 能到16岁的时候做整形方面的 2013年9月 萍萍开始接受脱毛治疗 脱毛呢 它主要是通过光的传导 色素吸光以后呢 顺着毛囊呢 顺着毛发 顺着毛干 传导到毛囊根部 通过这个原理来进行达到一个 夹着毛囊 破坏毛囊的一个过程 它对周围的组织影响非常小的 有的人担心说脱了毛以后会不会影响排汗 因为毛发 毛囊和汗线 它是两套系统 所以这不会影响排汗的 我们大致上是分步骤来去治疗的 所以周期段相当来比较长 我们初步设定的话是三年的时间 先从暴露部位开始做 等暴露部位去除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再拖一些折盖部位 整个治疗过程中 婷婷的父母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 他们紧紧握着女儿的小手 心情极为复杂 继位女儿得到治疗感到高兴 同时他们也担心婷婷退去的毛发 今后还会不会再生呢 这个不会的 因为毛脑一出生以后就固定了 随着年龄增长以后 只能说毛化的体骗面积增大了 但是毛脑的数目是固定的 所以说它会变得比以前要稀 就是密度比没有以前那么高 不可能说再出来 新的出来的长出来 这个情况不存在的 真是好事连连 就在婷婷首次治疗不久 一直跟踪报告婷婷故事的 浙江少儿频道的记者 得知婷婷一直辍学在家后 便主动为她联系了一所公立学校 希望帮助小姑娘重新走进课堂 因为她要在杭州治病 想留在杭州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就想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们有这样的 我们这段时候要知道 有这样的能力和资源 那我就想去帮助她 2013年9月10号 婷婷终于鼓起勇气 迈进了校门 经过一段时间的环境试影 如今的婷婷 性格开朗了许多 已经跟班里的小伙伴打成一片了 婷婷哪一点你最喜欢 乐于助人 乐于助人 我上次叫她作业 我的黑笔找不到了 我上她去借黑笔 她就立马借给我了 然后我说谢谢你 就说不用钱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婷婷就从一个内向 封闭 自卑 懦弱的孩子 变成了活泼好动 乐于助人的小丫头了 伴着教室里边 朗朗的读书声 她的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们感到十分的欣慰 一颗颗牵挂的心 也可以放下来了 尽管婷婷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才能实现她穿裙子的愿望 但是在她内心深处 那个厚厚的阴影 已经逐渐的散去了 独享众人关爱的婷婷 她现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她正带着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勇气 走向全新的生活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 儿子探望成为她最后心愿 亲情与仇恨 儿子女儿相互对立 冷漠与背叛 十五年矛盾浮出水面 一个家庭为何会有相反的两种态度 老人能否实现临终心愿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临终心愿 临终心愿